防火场介绍 在这段短片里面,我们会简单介绍Firewall,即是防火场 当两个独立网络连接在一起 而其中一个网络对另一个网络的安全性有怀疑的时候 就可以利用防火场阻隔来自另一个网络的攻击 防火场的形式有很多种 有独立的软件或者硬件 也有兼备防火场功能的路由器 而一般的路由器里面,通常都来自了风包过滤防火场 这类防火场的好处是简单 和对系统资源需求少 但是就只能够利用传输埠和风包类型来做简单过滤 也有一种比较高级的防火场 叫做风包状态过滤防火场 这类防火场会拦截多个风包 然后组成一个完整的数据包 再对这个数据包的状况和特性进行波滤 这类防火场比较全面 但缺点就是对系统资源要求比较高 以及会令风包的传输受到一定的延迟 而更高级的防火场更加会监视网络上的数据传输模式 然后同已知的攻击模式作比较 可以在发现怀疑攻击的时候对网络管理员作出预警 这类防火场设计先进 缺点是价格昂贵 除了这种硬件防火场之外 更多作业系统也内置简单的防火场 也有一些独立的远体防火场 会对系统运行的程式作出监控 当发现有可疑的程式 向网络传输资料的时候 就会作出拦截 或者会通知使用者 这个是一个潜在的危险 等使用者决定是否批准这个通讯 远体防火场的好处是灵活性高 升级容易 但缺点是如果漏洞是出现在作业系统本身 那么这个攻击 就可以在防火场远体拦截前 就可以成功对那部电脑完成攻击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网络安全越来越重要 一个可靠的防火场 可以令安全性大大提高 感谢观看